公益 随着时代的变动,工艺如今似乎已经发展成一种潮流,不仅是普通人做工艺,就连平日里很多工物繁忙的明星也爱做工艺, 据了解,体坛也有不少对工艺活动,颇有兴趣的明星大将,而我们听闻最多的就是人美心善的工艺女神慧若琪,慧若琪我们并不陌生,曾是中国女排和江苏女排的核心球员,在运动员最巅峰的年纪,慧若琪因身体状况不佳,在顺利完成礼乐奥运会,助力江苏女排拿下全运会冠军后,遗憾退役,作为中国女排的前队长, 慧若琪的排球生涯还真不简单,16岁加入国家队,在队这么些年,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女排1.1滴的成长,不仅经历了五任主帅,由最初的北京奥运会周期的陈忠和到李约奥运会周期的郎平, 慧若琪作为教练眼中的潜力股,一直在被重点培养,当然,慧若琪也是不负众望,在李约奥运会助力球队,拿下李约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亚军,此前还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不仅是球场上慧若琪有号召力,球场下,队友们对她也是相当尊敬, 所以说,即便是退役后的生活,仍然在一直被球迷媒体,昔日最有关注,退役后的慧若琪,生活依旧是丰富多彩的,首先是完成了自己人生大事,从一个元气少女转换角色,如今也是为人妻有自己的家庭,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显然慧若琪的婚后生活,还是相当幸福的,网友纷纷评价说,慧若琪,日尽发夫, 圆润的脸蛋,想必老公也是立下了大功劳,照顾得不错,不仅是婚姻生活美满,慧若琪还在一直坚持自己的另一份事业,做慈善,退役后的慧若琪,选择了成立自己的排球基金会,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贫困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排球,去感受其中的乐趣所在,慧若琪做公益并不是表面功夫,为了攒人气或好评,慧若琪的确实在,慧若琪的确实在,慧若琪并不是表面功夫,为了攒人气或好评, 慧若琪是有落实,到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上去,去偏远山区慰问贫困儿童,给他们送去食物与基本生活用品,都是常有的事, 对于公益这件事,慧若琪在用心做,近日,慧若琪的又一项慈善公益项目,可谓是轰传整个体坛,慧若琪协理约奥运会成员在社交平台上推广了一项游会基金组织发起的最新公益活动,为爱而捐,此项活动一曝光,也是引发了一阵热议,众多体坛明星都在关注并给予赞扬,慧若琪的发文更是款款动人,慧若琪深情说道, 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运动会也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娱乐玩耍,强身健体,但对于很多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来说,有没有这样的活动暂且不说,想必有没有听闻过这个词语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慧若琪将针对此做一个专项活动 除鹰运动会,活动大致规划是,每年我们将选择三个学校,帮助他们学校建立起基本的运动体系,快乐见,康良博物,让这些受贫困限制的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运动,让他们也能够接触到这种文化,世界之大,力量却微薄,动动你的手指,期待您的加入,不少体坛明星对此颇有兴趣, 积极给予回应,不得不说,虽然这项公益活动还没有完全落实,未来具体能落实到哪一步同样也是未知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开头是不错的,不仅是自发组织公益活动, 在前几日的第五届CCTV慈善之夜,慧若琪也是抢尽风头,身着素色长裙加之身材高挑,人群中慧若琪绝对是最打眼的那一个,在慈善之夜活动中,慧若琪也是成功当选,为CCTV年度慈善人物,这是对慧若琪在过去2017年为公益所做的贡献的莫大肯定,不得不说,慧若琪的公益事业,还真做得像模像样, 连知名成功人士马云对慧若琪都是刮目相看,马云评价说,非常感谢向慧若琪,姚明这一些体坛明星下身,到平民百姓的生活,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同时也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号召更多的人关注公益,这就是所谓的体坛精神吧,公益之路还在继续,愿慧若琪越走越远,让爱心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